大家好,我叫Prudence,我的中文名字是华姐,我来自Kotazewa,现在是我在中国学习安语的第四年。 我可以说,不同话不是一门简单的语言,但只要有一件衣助力,我想我会一点进步。 我曾通过太极拳学习安语,这是一门很好的经历,但每种步骤的是时间很短。 修法课也一样,只剩了一个学习。而在学习语言的旅程中,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菜,特别是西川菜,因为我住在成都。 我的学校经常举办庞然课。我经常搬家。我注意到,不要的精心选择,不要的解课。 当然,一些都是合适的。我可以告诉你们,它真的很让你有喜悦。 我还理解一些菜背后是有故事的。比如说,龚宝基地。龚宝基地这个菜和一个人有关。 他们有关。 我不能不能无法需要。 我们都希望他们也会认为 Punk剩下的只剩下的旅程, 只说他从小时喜欢去辣椒炒鸡肉。 他等了西川总归来后, 他让厨师把花香、辣椒和鸡肉一起炒, 做成了他喜欢的一个菜。 因为人们最尊重它共饱 所以这个代又叫做共饱之地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对我来说 学习安宇的最好的方法是从美食